哈喽大家好我是南樊 那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就是教大家怎么做蒜苔炒肉丝 那这个我们先要准备好的就是已经解冻的肉丝 然后还有蒜苔 现在呢我们要先提前准备要把肉丝先腌一下 要用到的有这个酒 这个酒叫什么酒啊娘娘 料酒 料酒和这个生抽 好那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先把 我们应该是 还有姜 好吧 哦对了然后这个视频也要和之前我教大家做饭的视频说一下 就是这个视频呢是给不会做饭的小朋友一个指导 如果你会做饭或者是已经很熟练的小朋友呢 那这个视频就仍然是一个娱乐向的视频 好那我们姜丝已经切好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先把肉放到碗里 那我们的肉放好了以后接下来把这个姜丝放在上面 嗯 我们还均匀的撒在上面 哈哈哈 放酒 哦对如果大家就是指指纹其身不见其人的话 我的奶奶在用这个手机和我视频 我现在就要放过它 然后就要换水 拌拌匀 放点什么 放点点盐也行不放一下 那我到底是放还是不放 不放了别放了 好的那我先放 别放了 放点点油嘛 锁住了那个水分 现在放吗 所以我们再加一点油锁住肉里面的水分 那我这个油应该放一点点 一点点 可以吗 嗯可以 然后再把它拌拌匀 看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我要拿刀拌呢 因为我不想洗我的筷子 如果我拿筷子吧 反正刀不管什么都要洗了 姐姐你怎么拿这把头了 因为切姜嘛 不需要那个大刀暂时 好了 那就让我们的肉腌在这边 那最少大概要腌多久呢 耶我会照洗方照都行 那在腌这个肉的同时 我们可以把蒜台先浸在水里面 这样的话待会儿洗起来 就会洗得更方便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蒜台买来 这边是用这种胶带粘住的话 如果你非常讲究 那你就可以就是 洗的时候注重把 就是粘的地方 就是着重洗一下 因为它上面可能会有胶带残留呢 但你如果特别讲究呢 那你就可以选择把这一段扔掉 但你如果像我一样 十分的不讲究 那就那就假装它没有发生过 不讲究竟然会有胶带的地方 就会想到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现在在腌毛 那么我们跟我们的肉腌 吃了 好 那我吃了 那我吃了 这我我们吃了 那我吃了 我吃了 那我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这我吃了 你吃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在剪视频的时候 发现居然没有 我当时的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其实还是挺好吃的 就是大家烧的时候 注意盐不要放太多 就如果盐太多的话 可能就会太咸 听起来像废话 但是盐不要放太多 好了 那就是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不要忘记点赞收藏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